各位停損王廣大的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跟你說,我被GamerCue到了啦 喔,真的是踹一下耶 那時候聽到Leo說 我現在在想什麼你知道嗎? 停損王 我在想說 欸,那是我嗎? 欸,結果聽到後面真的是我耶 因為我們上一集有跟他講說 在錄那個歡迎回到的時候要怎麼講對不對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就踹一下 乾媽跟我講我才知道 上一集的前面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在聽Gamer的時候 然後聽到Leo在教那個Johnson 怎麼唸節目的開場 那那個時候呢Johnson就有唸說 歡迎回到 然後就被Leo唸了 然後就說 欸,你不能這樣頻頻的唸啊 要有頓點啊 那就是因為這一段啦 所以我上一集才會cueJohnson 知道了嗎?Johnson 我那時候就聽到他們在那邊莫名其妙 明明就都是Leo在唸 我怎麼會少到Johnson 好啦,那就是這樣嘛 以上說明知道嗎 Johnson要去當兵了耶 應該會覺得是解脫吧 我靠那個 我看那個Gamer那個文章量應該很乾 乾比拳頭硬 你要不要去照X光看看你的乾還在不在 好啦,那 四個月而已嘛 你就當作是去放假啦 祝你當兵順利 順利退伍 記得要帶沐浴爐 那我們很高興看到Gamer也開始準備要跨過來研究加密貨幣了 我要是看到呢 像一些像那種Gamer這種的啦 比較專業的 他們那種比較專業在分析股票的 他們如果開始對加密貨幣有興趣 或者像MULA王博達這種KOL在那邊玩DeFi 講說自己看好哪一支幣 我是說比如說MULA在那邊說 我還蠻看好哪一支的 只要看到這一種的 或者說他們在討論APY之類的 我要是看到這一種的我都會心裡有點暗爽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哈 你也要來了是不是 哈 他還不叫學長 沒有啦 剛剛那一句是心裡面在想的 我可以講出來 可是講出來了 那大家幫我保守秘密 OK 哎呦你們這麼厲害 近來了解虛擬貨幣 像你們這麼認真的 一定很快就上手了啦 我是很樂見 越來越多人對虛擬貨幣有興趣 币圈在2017年那個時候 跟你說有一個特色 就是 新聞寫的那一些東西 根本就沒有參考價值 币圈一天 人間一年 2017年的那個時候 他的新聞呢 只要介紹加密貨幣 看起來就很像歷史老師在上歷史課 你知道嗎 一看就知道是記者在教作業 那現在真的是好很多了啦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币圈的媒體 什麼區塊鏈新聞什麼的 都很專業 那個數值都很高 所以說現在你想要了解虛擬貨幣的話 整個環境上來說 已經好很多了啦 唯一我覺得還差一點 差一點點的就是呢 網路上面的那些KOL 還有那個 喊盤 劃線 甚至詐騙的 還是很多 所以 我覺得呢 有你們這些 相對專業的投資大神 加入币圈 對整個生態來說 一定是比較好的 那特別要提的就是呢 Gamer年初的時候 曾經發過一篇 必安智能鏈的 DeFi教學 那一篇因為我已經訂閱Gamer 一段時間了 他們剛出來的時候我就定了 定到現在 那 照他們這麼認真的程度 這樣看來 我應該可以定一輩子 那他們水準真的很高 真的高 可見Gamer真的很認真 處理他們發出來的文章 一個月才幾百塊的訂閱費而已 這種水準 要我定一輩子都可以 他們連停損王都有聽 你看看 認真成這樣 他們開頭在講停損王的時候 我看還沒人知道 他到底在公他小 對不對 Gamer讚讚 請收下我的永久訂閱 好啦 閒聊就到這邊啦 歡迎大家收聽停損王 現在時間是2021年9月13號的 早上10點 你知道嗎 Gamer在節目裡面提到停損王 結果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什麼是停損王 所以說 如果你知道什麼是停損王的話 那你真的不錯 你現在還是早期粉絲 好猛喔 今天的這一集停損王算是一集配菜 是這樣的啦 我上個禮拜去打高端疫苗 因為我看到 大家好像都不太敢打 然後還剩下一大堆 不用預約就可以打了 然後就想說 別人恐懼 那我要貪婪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停損王的精神不就是肉身測試嗎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肉身停損的偉大事蹟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就抱著人氣我取的精神 就跑去打高端疫苗了 新聞講得很恐怖沒有錯啦 可是 我沒有到很害怕啦 壁圈一天 人間一年 我都已經活好幾百年了 死亡 沒有什麼好怕的 好啦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去衛生所打疫苗的時候 那個護士 好像不能說護士對不對 要講護理師 護理師 那個護理師超正的啦 打完針不是都要在外面做15分鐘嗎 然後在那邊觀察有沒有副作用對不對 吼 哪有什麼副作用 我坐在那邊15分鐘 真的只有餘孕而已 餘孕 好嗎 高端疫苗好像真的沒有什麼副作用呢 該不會就像人家講的那樣 因為高端那個是食鹽水安慰劑 所以都沒有副作用啦 好啦 硬要講的話呢 也是有一點點副作用啦 那個副作用就是呢 我變超級會睡覺了 鬧鐘都叫不起來那一種 害我那個訂鬧鐘半夜要起來搶那個 Coinlist的新幣 沒有搶到 根本就沒有聽到鬧鐘在叫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說這一集算是配菜呢 因為這一集沒有之前那一種很硬的內容了啦 這禮拜我有比較多呢都在睡覺 所以這一集一點都不硬 閒聊呢會比較多 大家可能聽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點啦 之前好像都覺得說 你那個 聽聽鼠好像要非常的專心喔 不然你開車的時候會分心 沒有專心聽的話你會不知道我在說阿小 那 這一集呢建議先搭配一些別人的Podcast服用 這邊先推薦三個Podcast 不是Podcast節目 而是 叫你去聽那一集 好嗎 第一個就是Gamer 美股科技投資的一個小單元 叫做菜雞辨司機的第一集 這一集呢他會跟大家說他們是怎麼帶大家一起在币圈裡面尋找Alpha 那再來是第二個是寶博朋友說第100集 寶博的第100集呢 沒有來賓 都是他自己在講的 還沒有入坑币圈的 或者說還在觀望的同學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寶博朋友說這個充滿紀念意義 超級無敵推坑的第100集 再來第三個是深紅投資 欸我不是要叫你去把他們整個節目全部都聽完喔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也是可以聽完啦 可是你要先把停損王聽完你知道嗎 我意思是說呢這一集停損王可以搭配他們這些Podcast的基礎來服用 深紅投資的這個第45集 吳紹鋼 德州撲克冠軍的強心賬 第3 好第3集就好囉 只要聽第3集 他是在講虛擬貨幣的 所以說我這邊主要就是想要分享 以上那3集 沒有的內容 各位應該多少都有聽過 幣圈爆賺傳奇對不對 幣圈的爆賺傳奇主要有以下的這幾種 第一 買幣以後 就買到忘記 幾年之後打開來看 不是歸零 就是賺幾十倍 甚至幾百倍 然後開始後悔 自己當初怎麼沒有ALL IN 這是第1種 第2種就是你重壓某個小幣 然後噴起來爆賺的故事 這個例子也很多啦 但是都是別人 都不是我 第3種爆賺傳奇的故事呢 就是用很便宜的價格 然後買到某個爆款的NFT 這個應該算是幣圈這一陣子最暴利的故事了 第4個 用很少的錢 參加小幣的IEO IDO ICO 什麼的 買了以後呢 他們就放著嘛 有的歸零了 有的賺 一賺就是好幾倍這樣 那今天我們要探討的就是 買一點點 然後爆賺好幾十倍的那一種 放一點點小幣啊 然後就爆賺 首先我要說 幣圈真的是一個很好練技術分析的地方 各位有玩過股票的同學應該都有體會過 技術分析 就是很多新手啊 開始操作的時候就會遇到的一個 關卡 應該算是一個小小的撞牆期啦 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遇到技術分析的撞牆期好了 就是呢 通常技術分析講究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形態嘛 一個趨勢 技術分析絕對不是說 一根爆量長紅 之後就會一飛衝天 或者說一直 不停的走勢呢 突然出現一根爆量長黑 就直接給你宣告結束什麼的 不是喔 很多小朋友學完技術分析之後 剛進入股市 就因為太急了 沒有等 那就陷入當沖陷阱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做等 像我陷入當沖陷阱的那段時間 就是 我會一直在那邊做功課 然後去預測 明天哪一支會漲 比如說去算籌碼 看分點 然後看法人買多少什麼的 後來發現自己真的不是做當沖的料 那我就把那個操作時間稍微拉長一點點 那個獲利就變得比較簡單了 有時候真的不是技術分析沒用啦 也不是主力片線甩叫什麼的 真的不是技術分析沒用 是你沒用 經驗上來說 技術分析的形態出來以後 你還要給他一點點時間去走 然後給他時間讓子彈飛一下 期待下一根就是大陽線然後讓你一飛衝天的這種想法 真的太不切實際了 或者說你期待一支盤整中的股票突然大噴一根給你賺 那個也很不切實際 你還不如學動能仔 等噴了以後再切入 這邊我就先稍微下一個小小的結論啦 就是 技術分析的形態他不是全部都假的 他的走勢呢通常需要時間去發酵 股票 一天開盤 才幾個小時而已 然後一天還給你限制最大漲幅只能10% 10%而已 所以對一個投資台股的人來說 常常就是買了以後 等等等等等到天荒地牢 他覺得他等到天荒地牢 可是現實世界你從第三人稱的角度過去 看過去也才幾個禮拜而已啦 他就覺得說他等很久他的股票都沒有動 今天都沒有噴 每個明天都是關鍵這樣 那既然如此 幣圈的時間過得比較快 那我自己覺得呢 可能就是讓這些技術分析檔 累積大量經驗的好地方 再來就是我們之前提過的長尾效應 幣圈也是一個實驗長尾效應很讚的地方 比如說你買三支幣 各買一萬 然後放著就不要理他 只要其中的一支有爆噴 到兩三倍 那其他的兩支呢 只要沒有歸零 或者說沒有腰斬 那你就是賺的了 幣圈的時間真的很快 他跌的時候很暴力 漲的時候也很暴力 那個有時候講誇張一點 跌 頂多賺100%對不對 跌的時候頂多虧100% 可是上面的空間真的是無限 這種屁話你不覺得聽起來很假嗎 我也覺得很假 可是在幣圈 真的常常發生 就是你的下檔空間有限 你的上檔空間真的是無限 所以你真的不要放太多錢在裡面 你才會 你才會享受到這種腸尾效應 如果說你今天全部都歐一支 那他腰斬你就真的很痛 好那我舉個例子 這個在新聞就查得到了 有一對夫婦 在1997年 他買了兩股的亞馬遜 送給他兒子當禮物 那到現在經過24年 包含拆股在裡面 算起來 現在已經變成24股的亞馬遜 24年 暴增1700多倍 1700多倍 很恐怖對不對 可是他花了24年 我們先撇開1700倍 這種暴力不說的話 他花了24年 可是在幣圈 上百倍的幣 很多 而且時間過得很快 噴一兩倍的這種事情 可能不到一個禮拜 就有機會實現 好像SOL 他噴一倍 他就 一個禮拜就實現了 前提就是 但是你要抱對東西 這個不管在股票 在幣圈都一樣 抱 這件事情 才是最難的 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唸好 我是說 抱 這件事情 才是最難的 我自己回想 每一個抱不住的案例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買太多 所以 通常 我們買一個 不痛不癢的部位 你就比較不會在意 他的漲跌 甚至呢 你還可以在他翻倍的時候 把一些成本 抽回來 那你就可以 又多 成本了 你又有成本 去買一些 你想要 試試看的幣 對不對 你又可以在多買一隻 多看 多了解 你就會大概知道要買什麼了啦 而不是在那邊看人家喊說 要買什麼 然後你就追 看人家賣光 你就想賣光 這個就是 幣圈渣男流 在常委效應之後呢 要來跟大家講的就是 ICO IEO IDO 這種事情 這個在幣圈 就像是新股抽籤那樣 新的項目 剛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透過一些平台 然後去賣幣 來籌資金 這個常常都是用搶的 有搶到的話呢 大部分都是賺的 因為你都是買很便宜的幣 那要賠呢 你也賠不到哪裡去 因為他不會讓你買太多 你就是這個項目的早期投資人 那等到這個項目真的有一些成績出來的時候 比如說 他們的幣上的某些交易所 那通常價格就會出來了嘛 因為你是早期就搶到抽籤的人啊 你買的價格通常是比較便宜的啊 那就會有一些獲利這樣 那這邊還是要先提醒一下 每一個幣 它的分配比例不一樣 解鎖機制也不一樣 那大家在買之前 最好還是白皮書要先看一下 才不會買了以後到時候問題一大堆 關於這個新幣上市以後的交易啊 我有一個小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之前 看過一篇 一篇 一篇日本的報導 因為發行新的幣 真的很簡單 所以它的價值 我們通常都是參考它的應用層面 還有未來性 然後去 決定這個幣 我們要不要拿 那可是有一些幣 它的生態真的很詭異 那我就講一下這個日本的這個小故事 就是有一個人 他在以太方上面發行一個幣 他自己的幣啊 總量呢是2100萬 跟比特幣一樣 啊他不能挖礦 也就是說2100萬枚呢 都是在他手上 好那有趣的就是呢 他接下來做的事情 他跑去一間雜貨店跟老闆說 老闆 我這邊有一種跟比特幣很類似的加密貨幣 以後他可能會跟比特幣一樣 長很凶喔 那我現在用兩顆 我發行的這種幣 跟你換一瓶啤酒好不好 他想要用他的 他發行的虛擬貨幣跟老闆換啤酒 然後老闆聽到以後說 這個東西很類似比特幣 那可能他有機會變成下一個比特幣喔 那個剛剛那句話要框起來 下一個 比特幣 這不是很多人在幻想的事情嗎 下一個比特幣 那老闆聽到了說 用啤酒一瓶 就可以換兩顆 這種很像比特幣的東西 老闆聽到以後就說 好 反正才一瓶啤酒而已嘛 老闆就跟他換了 然後這個人就用空氣跟老闆換了一瓶啤酒 真的是空氣喔 你隨便去以太方你就可以發幣了 你要發幾顆都可以 只是有沒有人要跟你買的問題而已 那所以 他這個人就用空氣跟老闆換了一瓶啤酒 我們從雙方的角度來想一下這件事情 對這個發幣的人來說 兩顆 又沒什麼 他就是花了一點gas 然後他就在 以太方上面命了2100萬顆 那他有2100萬顆 哪兩顆而已 小錢 對老闆來說 老闆也沒差喔 老闆只是損失一瓶啤酒而已 可是可怕的是呢 老闆他用這一瓶啤酒 他就買到了一個做夢的機會 老闆拿到這兩顆以後他就可以開始幻想 哇這個要是跟比特幣一樣 以後漲到5萬美金一顆 哇那我就發財了 有沒有 就像我們買威力財那樣 我們只是拿錢 去買一張中獎機率低到靠杯的紙 可是大家就是很愛買 還會排隊去買 明明就知道自己中獎機率有多低 你以為他們不知道他們中獎機率很低嗎 知道啊 他們大家都知道啊 可是買一張以後啊 那個爽感在哪裡你知道嗎 買下去以後 在還沒有開獎之前 他可以盡情的做夢 幻想自己呢 中頭獎以後的生活 我覺得大家買的應該都是這個感覺啦 就是在那個還沒有開獎之前的感覺 我猜啦 我猜是這樣啦 我自己是沒什麼在買啊 好那我們回到 啤酒跟虛擬貨幣 成交的這個瞬間 這個成交的瞬間也很有趣喔 假設 假設這一瓶啤酒 它的價值是兩塊美金一瓶 那這一瓶啤酒在成交的那個當下 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在成交的那個瞬間喔 這個完全沒有價值的虛擬貨幣 就是這個人他發行的 2100萬枚虛擬貨幣 講誇張一點喔 在成交的那個瞬間 他的總市值 就變成2100萬美金了耶 前提是他有辦法全部都用這一招 換成啤酒的話啦 哇那這個白目他就只是去以太坊 隨便按一按發個幣 然後發2100萬枚 他就可以拿其中的兩顆 去換一瓶啤酒 他的市值就變成2100萬美金 那當然啦 他已經有兩顆給老闆了 可是那個沒差啦 那就是這麼的瘋狂 只要他有辦法一直用這一招換到啤酒 那他手上的幣 總價值就是2100萬美金 好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老闆是智障嗎 不是 那這個人是天才嗎 也不是 這個故事要說的就是呢 今天 如果我們遇到一個充滿惡意的項目方 這個項目方不懷好意 他滿腦子呢 想的可能就是要怎麼把他手上的這些幣 全部高價丟出去 因為他如果什麼都沒有做 只是在講故事的話 那他手上的這些幣呢 根本就一點價值都沒有 他只是想要一直想故事 想機會然後要把這些幣甩賣掉而已 因為他這些幣一定都是空氣 所以你如果不想當那個北漆的話 身為一個投資人 你就要好好盯著項目方成長 股票是這樣 幣也是這樣 好那下個結論 投資虛擬貨幣 尤其是搶新幣上架抽籤的呢 最健康的心態就是 你要把自己當成一個天使投資人 天使投資人的意思就是說 喔你們有新項目了喔 來來來跟叔叔講一下 叔叔如果覺得不錯的話呢 我就投資一點點 那叔叔大概自己也知道啦 大部分丟出去的錢 可能都是丟到水裡 不通就沒了 可是這一套ICO的模式啊 泡沫已經過了喔 到現在這一套 還是在喔 而且呢 讓天使投資人爆賺的故事 到現在越來越多 那幣圈的項目呢 又超級多 新的項目又一直出來 只要呢 讓你投到一個噴爆的項目 那可能呢 你其他丟到水裡的那個幾百個 丟到水裡的石頭 那些錢 成本就都回來了啦 搞不好還倒賺喔 那賺回來以後 你又可以去當 新一輪的天使投資人 從此成為幣圈玩家 受人景仰的天使投資人 有一些幣圈的大佬 他可怕的身價 就是靠這一招滾出來了 絕對不是你想的那樣 追幣 看突破炒幣 然後暴賺好幾倍這樣 我跟你說那些 玩幣的錢都是零錢 真正賺的 搞不好就在這裡啦 記得 把自己當成一個天使投資人 不要投資太多 這個才是在幣圈投資的正確知識 OK 其實這一集到這邊 已經差不多內容都講完了啦 可是我接下來要講一個 我自己覺得還蠻有趣的東西 挖礦鬼故事 蛤什麼 挖礦不是礦機 都放在那邊讓他挖而已嗎 還有鬼故事喔 有 我挖礦真的有遇到 鬼故事 新來的同學可能沒有聽過前面的那幾集 那如果你沒聽過的話呢 你可能不知道 停損王其實是礦工 應該說曾經是礦工啦 現在比較多的是農夫 然後Trader兼Podcaster 那我來解釋一下 跟礦機有關的鬼故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挖礦 你要找一個地方放好多台礦機 可是你又不可以放在家裡 不然你會被媽媽罵 那你要放哪裡 各位如果沒有概念的話啦 我把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是這樣 一台礦機呢 它需要的瓦數 用電的瓦數 大概是1000瓦到1500瓦左右 那這個耗電量呢 大概就是一台吹風機 你可以先想像一下 你要租來放礦機的這個地方 它裡面呢 必須要能夠 它的配電能夠同時容納幾十支吹風機 同時使用 那這個就讓我想到呢 我高中在住宿舍的時候 宿舍會有警語 然後跟大家說 拜託各位同學 寢室裡面呢 不要全部的人同時都在那邊用吹風機 會跳電 也不要在那邊用電磁爐什麼的 真的很容易跳電 那到底為什麼會跳電呢 科普一下 跳電就是因為電流太大了 概念上就是說 如果你用的這個電器 你在用的時候產生的這個電流 比牆壁裡面的那一條主電線的電流 它的安全值還要大的話 那 快要比它還要大 到達那個 那個限制的時候 那就會暫時跳電 這個是保護機制 為了要保護那個電線 因為它如果不跳電的話 你牆壁的裡面的那個電線萬一燒掉 那你的損失會更大 一定會很麻煩 你半夜可能找不到人家來幫你重新配電 好 那我剛剛說 一台礦機大概是1500瓦的電 如果說我們用110伏特的電來算的話 一台礦機 它就會產生 13.6安培 那兩台呢 就是大概26安培左右嘛 也就是說 只要你放4台礦機 你就可以產生 50安培左右的電流 那電器都是並聯的嘛 並聯的時候電流可以直接相加 所以 50安培通常是一個門檻啊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你房間裡面的那個電箱 那就是那個 蓋子打開會看到總開關的那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你的 開關 那個無融式開關 通常呢 就是50安培 如果你的房間是放25安培 那那個配電配的比較爛 你在自己在用電器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你不要插什麼暖 然後你還在那邊煮東西 你就準備到 就準備挫賽我跟你講 通常呢會是50安培啦 所以你如果摸到 50安培 你用電量超到 摸到快要到50安培 那你的房間就會跳電 好那講到這邊 所以 我們如果 想要把那個礦機呢 我們找說 我礦機要放在哪裡 我們就會盡量找什麼 就是找那種配電比較OK的地方 不要去找那種什麼一般的套房 一層樓 隔那個十幾間的那種 那個絕對不行 一間房間只配20安培 到50安培 那這種的 這種的房間絕對不行 不然的話呢 你空間再大 你也放不了太多的礦機 可是其實有它的解決辦法 就是 只要我把110伏特的電 全部都改成 220伏特的插頭 就可以了 你電壓只要加倍的話 電流就會減半 就可以放更多的礦機了 可是這邊有一個冷知識 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台灣的法規呢 有規定 220伏特的插頭 你就只能夠做成 冷氣的那種插頭 不可以讓110伏特的電氣 有機會插到 220伏特裡面 就是保護大家啦 把大家當智障的意思啦 這個 用電安全的部分呢 我們就先提到這一邊 挖礦就是可以學到這種很多冷知識 很容易變成 生活智慧王 不是生活智慧王 生活智慧王 以後有機會呢 講到再跟大家分享啦 反正現在也很少人會去買礦機挖礦的啦 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把話題拉回來 通常 礦機會放在哪裡呢 他們會找哪裡來放呢 我跟你說 通常會找那種 倒閉的空 那個工廠 空的廠房 因為他們曾經配過電 這樣 挖礦的場地 初期的建置成本 會比較低一點點 我就有去看過好幾間那種空的廠房 可是後來呢沒有找到喜歡的 環境沒有到很喜歡 所以 我們就沒有租廠房了 另外呢 還有礦機呢 他通常會出現在哪裡 如果不是廠房的話 那就是房租超級便宜的地方 房租到底要租哪裡才會便宜呢 通常如果不是那種在荒郊野外的房子 就是 匈宅 就是要找這種房租才會便宜 一整棟透天租給你一個月不到一萬 你要不要 搞不好 對有些人來說 一個月不到一萬的一間透天 叫他住進去他都可以 大概是這樣啦 那我租的呢 不是雄宅啦 就是那種阿公阿嬤走了以後 走了以後小孩子就分家了 留下來的那種空屋 這樣 我租的這間空屋呢 他還有一個很猛的地方 就是 因為他們家裡 之前是做資源回收的 所以他們有一些大型的機具 他們有配電過 因為他們的那個大型機具 用的電可能比較大一點 所以他們的電有特別設計過 那個電線 就配的還蠻醜用的 所以 這個就是我的挖礦場地啦 那一棟透天錯 我們租的那一棟 大概是三樓高吧 可是我從來沒去過三樓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只有使用那個 一樓跟二樓的部分 而已啦 平常人 我們都不會在那邊 就只有礦機出問題 或者要 把卡 裝新的礦機 清潔保養 什麼的我們才會過去 其他的事情 我們都用遠端解決 那我們剛開始架設完的時候 房東就跟我們說 那個 一樓的燈 叫我們都不要關 因為他們也都沒有在關的 他們喜歡讓他們的那個家 老家 裡面那個亮亮的 雖然沒有人住 可是亮亮的比較好 我就想說 好啊 沒差啊 開個燈而已 是能浪費多少電 礦機都在開了 開個燈又怎樣 所以我們就答應了啦 會怕的 不要太擔心 沒有很恐怖 真的 不要怕 不要怕 好不好 繼續 外面怎麼突然下起雨來了 講鬼故事還有環境音效 這樣 環境音 我繼續 為了安全 我們要放礦機 為了安全 因為我們人都不在礦機那邊 所以我們會有弄一些什麼 遠端遙控的斷電系統 開斷電 就是我們遠端可以去 開 電 然後關電 就是我要開關的時候不用人過去那邊 電源開關可以用網路遙控 打雷的時候 我就可以先把礦機關掉之類的 攬到這種程度 我還弄監視器 可是我用的監視器不是那種很貴的那種 我們是用很便宜的解決方案 就是用小米的網路攝影機 我可以用手機就看到 礦機現在哪一台有在亮 哪一台的呼吸燈很正常 哪一台沒在亮 這樣 那個一樓因為有開燈 房東叫我們要開燈的 二樓呢 沒有開燈 沒關係 小米攝影機 它有夜視鏡的功能 它還可以聽聲音 甚至還可以遠端發出聲音 去嚇人家 有一次我在家裡裝一台 遠端就看到我媽在那邊拖地 我就大叫一聲 我媽才很嚇死 OK整個背景 大概都解釋完畢了 我們礦機裝完以後 就開始遠端偵測了 測試那個遠端的功能 一開始 我攝影機的那個 偵測 偵測移動 比如說小偷進來的時候 攝影機會偵測到 或者說 之前有一次有一隻貓跑進來 攝影機也有偵測到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 攝影機的偵測弄得太靈敏了 礦機的燈只要稍微閃爍一下 這個攝影機就開始通知了 所以後來我就因為它太煩了 我就把它的靈敏度稍微調低一點 那調低以後沒多久 有時候它又會開始在那邊叫 一直在那邊叫 那我就打開來看一下 又怎麼了 那個風吹到窗簾 窗簾在動 因為太煩了 所以我又把窗簾的那個區域 它的偵測靈敏度把它調到最低 也就是說窗簾在動 我都不要理它這樣 我那個時候 每次 我說我在看的時候 每次 只要它警報一響 我要開起來看的時候 我都會很掙扎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畫質 真的有點差 然後晚上的時候 又是全暗了 也就是說我打開 我就是要看那個地方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每次打開 我都覺得很恐怖 很像那個 靈動鬼影石鹿 你知道嗎 這個是一部用那個攝影機 定點在那邊拍攝的鬼片 可是 我那個時候覺得很恐怖 可是看久了以後就覺得還好啦 因為其實也看不到什麼鬼啦 說真的 長那麼大了 也是從來沒有看到鬼啦 比較常在攝影機裡面看到的 就是有一次 突然一隻超大的蜥蜴爬過去 不是壁虎 是蜥蜴 我會有時候會有那種 超大隻的蟑螂爬過去 我想說我平常怎麼都看不到這種神獸 有一次我還看到一隻拉牙跑過去 你知道嗎 拉牙知道嗎 就是一種 超級大的蜘蛛 聽說拉牙在家裡是好的啦 靠我要講鬼故事 我講這幹嘛 好啦那鬼故事要來囉 礦機裝好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吧 我就已經習慣 所有攝影機警報之後 通常警報什麼時候 會出來啦 我都已經習慣了 可是有一次 那個警報 就出現在一個很奇怪的時間點 半夜兩點 我們的攝影機 通常會在日夜交替的時候 因為它要切換是不是夜市模式 所以它就會有警報出現 窗簾洞那個東西都已經解決掉了啦 可是這一次那個警報出現在一個很奇怪的時間點 半夜兩點 那就想著嘛 那一開始我們都會 很care這些警報啦 像現在都沒什麼在care 那我那時候兩點 我就爬起來看露營 欸 沒事啊 窗簾是有在飄沒有錯 可是窗簾那個地方的感應我已經關掉了 應該不是窗簾吧 那可是其他的地方 可能是其他的地方吧 欸 看了一下也沒有異常 那看了大概十幾分鐘 看不出什麼東西 好所以我又回去睡覺了 隔天早上起床 靠 二樓的礦機全部斷線 我那時候算只是測試階段而已喔 所以礦機呢 如果 斷電了 我沒有設定說他 電連接回來會自動重新挖礦 我沒有設定這樣 所以因為那時候是測試階段 所以不可以這樣 好那 就只是讓他呢 如果說他今天出現什麼狀況的話 他就會重新開機 重新開機完以後呢 礦機就會在那邊待命 然後我想要重新開始挖礦的時候啊 用完以後 二樓那幾台全部正常 完全沒有問題 那就是說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在我睡覺那個時候 他們就直接斷掉了 很奇怪 這個現象喔 偶爾 會出現一次 我說那個時候啦 現在不會出現了啦 那攝影機的那個時候呢 也是偶爾會有警報 而且大概都是那個時間 攝影機什麼都沒有照到 大概這樣 那我就想說好吧 啊常常都在那邊斷線重開機 不然我就去把礦機重裝一下好了 看是不是哪裡沒有插好 然後重裝完以後 從頭到尾 沒有一個地方是沒弄好的 可是我還是重新弄了一遍 弄完以後啊 其實是有比較好啦 可是 那就大概一個禮拜之後沒有出現這個問題 可是 一個禮拜過後 又來了 一下子這一台怪怪的 一下子那一台怪怪的 啊我要怎麼辦 我要送去原廠保固嗎 欸 送去原廠也不對啊 我東西全部都是新的 也不知道要怎麼描述壞掉的狀況啊 我總不可能叫原廠的人過來我們這邊 幫我看礦機怎麼樣吧 就這樣 跌跌撞撞 又挖了一個禮拜 有一天 一台礦機他真的斷線了 連遠端的電源都沒有辦法遙控 那這時候怎麼辦 喔 沒關係 我們有礦機特派員 我們有設定那個礦機特派員 就住在我們挖礦的地方的附近 專門應付這種緊急狀況的 有沒有一切都想得很周到對不對 我朋友啦 那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啊 我就會叫這個朋友呢 去礦場那個地方 檢查一下 為什麼斷線 我跟你講 那他那天接到我電話 一定很想把我殺了 晚上11點 你朋友 半夜 快要12點 叫你去一間十幾年都沒人住的透天 二樓 沒有開燈 檢查礦機 你會不會去笑 這個要是我 我一定會裝死 可是 還好啦 還好我是高級技術人員 還好呢 要on call 然後去檢查礦機的那個人 還好不是我 後來啊 接到這個 一通 就是我的電話嘛 接到我這通 非常不合理的電話 然後我那個朋友呢 他竟然真的去了 看他真的去了 我這個朋友齁 你應該知道我要說什麼 對不對 沒錯 就是靈異體質 看怎麼每一個故事都靈異體質啊 我哪知道啊 就 好像很多人都靈異體質 對不對 你國小的時候不是有一大堆同學都跟你說他陰陽眼嗎 可能陰陽屁眼啊 大概是那個意思啦 好啦那我這個朋友 靈異體質 他只要遇到呢 一個地方啊 那個磁場好像怪怪的 他就會頭暈 頭暈到想吐的那種頭暈 不是暈吐的那種頭暈 反正就是想吐啦 不好意思啦 其實 不瞞大家說 小弟我也有靈異體質 可是這一題呢 這一集的主角不是我 究竟 接下來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讓我們 繼續 好啦 那我那個朋友呢 就去那邊檢查了 對不對 結果呢 問題就是 插頭 沒插好 我想說屁啦 騙誰啊 怎麼可能插頭 沒插好 這種低級錯誤 我怎麼可能 好啦有可能啊 可是我覺得不太可能啊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我是不是把插頭插好就好了呢 我想說啊你都已經過去了 不然你就等我 你把插頭插好之後 你等我跑完測試流程再走嘛 那個測試流程大概只要跑20分鐘就好了 然後20分鐘 超冷血 半夜 快要12點 叫你去一間十幾年沒有人住的透天 二樓 檢查礦機 然後看到問題了 弄完之後還要站在那邊等你20分鐘 幹絕交啦 這三小朋友 可是我跟你說 我已經很快了 好不好 我功力已經算不錯了 要是那是我高中的時候那個功力 我跟你講 他可能要在那邊過夜 大概就在我弄了10分鐘以後吧 我說測試流程要跑20分鐘 那10分鐘跑到一半 我就聽到電話那一段開始在那邊 嗚了 阿賀 這樣喔 頭暈了頭暈了 他說 不行不行 他受不了了 他可以隔天早上再來弄 好不好 我們隔天早上再來弄 這這一點點時間沒有挖應該沒關係 我隔天早上再來 這一台就先這樣好不好 好啊 當然要說好啊 我這個人有這麼殘忍嗎 有嗎 沒有嗎 對不對 OK 故事 大概就到這邊 他在那邊站崗的時候 不是叫他在那邊站20分鐘嗎 他在那邊站崗的時候 我們攝影機還是有在拍喔 我就想說 他在頭暈 該不會能夠在攝影機裡面看到什麼詭異的東西吧 我很白目對不對 我就把那一段10分鐘左右的影片調出來看 幹 什麼都沒有 真的 就只有看到一個很可憐的人站在那邊檢查電腦 然後站著在那邊罰站 頭暈而已 什麼都沒有 還好啦 還好 我這個靈異體質的朋友 他女朋友有陰陽眼 這個什麼詭異朋友 自己有靈異體質 還找一個有陰陽眼的女朋友 現在是怎樣 兩個人是想開廟是不是 重點來了 我嘗試性的 把那個影片 還有我之前存的一個 半夜斷線 看了10分鐘的影片 給他女朋友看了以後 刺激的來了 他說 有一個老阿伯 站在那邊 我問他說 那個阿伯看起來怎麼樣 他說 不知道 他背對著鏡頭 在礦機旁邊 另外那個10分鐘的影片他說 那個老阿伯坐在礦機上面 看阿伯你竟然給我坐在礦機上面 好啦 反正 我沒有在那邊嘛 幹我屁事啊 自從那一次以後 我那朋友也有聽到啦 自從那一次以後 我那個朋友 包括我 再也不敢晚上去弄礦機了 一定都會是早上去 那中午的時候呢 在那邊弄 那不管怎麼樣 天黑之前一定會走人 絕對不要待到太陽下山以後 可是有一次啊 我跟他兩個人 弄到太陽下山以後 我自己一個人在二樓 超恐怖 我超怕阿伯出來問我 跟我說 你這個亮亮的機器是什麼 現在挖礦還好賺嗎 請問一下有沒有推薦的交易手 不會他不會問這個問題 這個是菜雞在問的 故事結束了嗎 還沒 後來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告訴房東了 房東是一個年紀跟我們差不多 應該算年輕吧 如果我算年輕的話 他就算年輕 反正我就跟他說 那個陰陽眼的 他女朋友看到一個阿伯的事情 老阿伯 然後阿公就說 不是阿公啦 阿公就說 阿公怎麼可能跟我說 房東就說啦 那個應該是我阿公啦 真的假的啦 你又知道那個是你阿公了 你又知道了 阿你又看不到 好啦 其實我也沒有想要計較太多啦 反正只要有可能 讓我的礦機正常就好了啦 其他呢 是真是假 我其實已經沒有很在意了 然後我就跟房東聊一聊嘛 房東後來就說 阿不然 這樣好了啦 我們買一張 我買一張椅子放在那邊 給阿公做好了啦 所以我就陪房東呢 然後去那個五金行 買了一個那個塑膠椅子 烤肉在用那種塑膠椅子啦 有靠背的那一種 買來然後 拿來 放在二樓 攝影機的旁邊 有一個小空間這樣 面對礦機的地方 好像在看海 老人魚海這樣 那就放在礦機的地方 然後就放一個椅子在那邊 房東在放的 是他放的不是我放的 房東放椅子的時候 他還大喊說 阿公 坐椅子啦 這邊有椅子 不要坐在人家礦機上面 這些人是我的朋友啦 你要坐椅子喔 我有空會來看你喔 看好恐怖喔 毛毛的 很神奇的就是呢 自從那一次以後 自從阿公有椅子坐了以後 我的礦機就變乖了 很少出問題 乖得跟狗一樣 只是我後來呢 去二樓 清潔礦機的時候 我跟其他的人 我們都不敢坐那一張椅子 就算我們腳再怎麼酸 我們寧願坐地板 我們也不要坐那張椅子 每次清礦機的時候 我們還會把椅子擦一擦 要擦之前 要跟阿公 心裡面跟阿公講一下 阿公你起來一下 這個椅子我擦一下 還有啦 我們每一台礦機 都會放一包綠色的乖乖 我真的已經不想管 那個乖乖到底有沒有用了 反正 我就是要放一包乖乖在那邊 就對了 反正我一定要先排除 好兄弟來拔插頭的可能性 我解決這些問題之後 我再來想 礦機的軟體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不然我要是在那邊搞半天 結果根本就不是電腦的問題怎麼辦 所以呢 從這個事件 我們就可以明白 工程師 他們會 放那個乖乖 搞不好這個不是迷信 可能真的是因為 他們已經debug debug到不爽 可能真的是因為 鬼 真的有可能 會去拔插頭 至於那個攝影機 自從 搬了一張椅子 給阿公做了以後 就比較正常了啦 可能阿公真的會乖乖坐在椅子上面吧 但是 偶爾 偶爾 攝影機還是會有警報就是了 也是大概在那個時間 那這個到底要怎麼解釋呢 可能是阿公想尿尿吧 好啦 那故事講完了 沒有很恐怖啦 不好意思啦 竟然花了一半的篇幅在講鬼故事 你們該不會比較喜歡聽鬼故事吧 別鬧了喔 要是我在後台看到這一集比以往的點閱率還要高的話 我真的會很無言喔 是說我還有很多鬼故事可以講啦 但是我 沒有很想講啦 OK 那時間的關係啦 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吧 我已經不好意思跟你說什麼 今天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 希望今天這一集對你有什麼幫助 鬼故事是要有什麼好幫助的啦 還記得我們前面有在講虛擬貨幣嗎 我猜你八成已經忘記了 算了啦 我是田索王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